以加征关税不断升级贸易摩擦相威胁 无异于经贸问题的解决 如果想利用自认为的所谓的有利地位 无视中方的主权和核心利益 肆意施压 企图逼迫中方让步 那只能适得其反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中方不愿打贸易战 但也不怕打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升级贸易摩擦 我们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